大家好,我是Yale,歡迎來到我的頻道,讓我協助你把夢想變成現實 今天我們要回答我們家庭成員問的一個問題 嗨,Yale,我發現身邊有很多人不努力,也能成功,讓我非常非常地不好受 而且有時候讓我很嫉妒這些人,不知道你有什麼方法可以分享呢? 因為這個家庭成員他跟我說他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現在我的影片裡面,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今天就不講他的名字出來,但是很謝謝你的提問喔 今天我有一個問題想要問大家的是,你有沒有對別人的成功感到嫉妒過? 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經驗 最近這幾個月我發現我的頭髮偏向比較少,而且密度也沒有很高 我就開始觀察身邊的人跟電視上的人,我就發現 欸,為什麼大家的頭髮都這麼多?然後是不是我自己有問題? 但是最近我問了一些專業的人士,他們就跟我說 這是完全正常的,因為每個人生下來頭髮的密度就不一樣 有的人生下來頭髮本來就很多,有的人生下來就是沒有什麼頭髮 而且你頭上有幾根頭髮呢?是你生下來就決定好了,那是你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多補充營養,就是吃足一些你日常需要的營養 你的頭髮就自然就變得比較好了 你可以看到喔,每個人都有他不同的優勢 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不公平的,有的人生下來就喊著金湯匙 有的人生下來就是比較壯,有的人一出生就是比較漂亮 或是身邊總是有很多機會等著他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我們唯一能掌控的就是自己的決定 專心在自己的決定上,讓自己變得一天比一天的好 接下來我要分享一些tips來幫助你 第一點,Instagram效應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一些人的Instagram 就是他們的照片都很好看 你可以看到他們穿得好,住得好,吃得好 就是過著一個很好的生活 但是你要知道,這是他們選擇給你看到他們人生中的小部分而已 你在他們照片裡面看到的是經過精心細選 裡面挑好的角度跟東西來給你看 他們也是花很久的時間才塑造出這樣的形象 但是背後是怎麼樣,我們是不知道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炫耀名車跟名牌包包 車呢,是貸款來的,還是用現金付 他們帶的名牌包包跟穿的衣服,是自己的嗎?還是因為拍照的用途而借了? 在現實生活中也是一樣,我們時常嫉妒別人有我們沒有的東西 但是你要知道,別人給我們看到的東西是他故意要給我們看的 這是他們塑造出的一個形象 背後是怎麼樣,我們是不知道 所以帶我們到第二點 也許別人的努力,你沒有看到 我們會覺得某某人很幸運 突然就變得很成功,變得很有名 可以看到很多人的成功 老去羨慕他們的金錢成功與名氣 但是我們少看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們努力了多少 有些人真的需要很努力很努力,才達到現在的地位 但是他們不喜歡跟別人說自己努力了多少 所以我們根本就很難的知道這件事情 舉例來說我們在電影裡面看到漂亮的女星跟帥氣的男星 我們就會想說人帥真好或是人漂亮真好,有電影可以拍 但是我在前個禮拜看到一個女演員他說的一件事情 一個演員平均要參加六十四場面試跟爭選 才能成功的被不用一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些人真的很努力 但是只是我們看不到而已 第三點,把嫉妒心轉換為動力 我前幾個禮拜真的好嫉妒那些頭髮很多的人 但是嫉妒也沒有用啊 我現在的方針是一個禮拜敷三次的髮膜 加上多吃深色的蔬菜加一些營養劑 希望這些方法可以讓我的髮質變得比較好一點 看到別人成功應該想說別人能做到自己一定也可以 所以下次你在嫉妒別人的時候不要覺得可恥 因為每個人都有在嫉妒別人的時候 應該要在那個時候想說 你看那個誰誰誰都做得到了 我自己當然也可以 所以把那個能力轉換為動力 然後想辦法把目標完成 我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我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 如果你有更多的問題的話 可以報名參加我的一對一線上課程 是完全免費的 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每週一跟我都有新的影片 在下面按讚跟分享這個影片 然後回答我剛剛問你的問題 然後記得守住你的夢想 因為這個世界最需要的是唯一你有的獨特 然後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